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城市观星指南 我是寻天者叶子宜 终于到了春暖花开的世界了 除了赏花以外 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项春季项目 就是放风筝 其实天空装也有一个风筝星座 我们这一期的主角 就是组成风筝星座的橙红色亮星 大脚星 以及它的蓝色CP脚秀衣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城市观星指南 第二期跟大家介绍的北斗七星 这次我们沿着北斗七星 它弧形的勺子饼继续往南 沿着它的弧线 我们会发现一些暗弱的小星星 继续往南 我们就会找到一颗橙红色的亮星 它的亮度大概是零等左右 它就是我们这期的主角 木夫座的阿发星大脚 我们继续沿着这个弧线向南行进 就会发现它的蓝色CP脚秀衣 是女座的脚秀衣 那么北斗七星的勺子伴和大脚星 以及角秀衣这个弧线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季大曲线 那么我们首先呢 可以找到木夫座最亮的大脚星 那沿着它呢 我们可以找到木夫座的轮廓 真的很像一个风筝 就一个四边形长的一个风筝 大脚星呢 它是全天第四亮星 特别明显的橙红色星 它的英文呢 来自于希腊语熊的守护者 我们第二期成熟观星指南中 说到了这个北斗七星和北极星呢 分别是大脚熊星座的其中的一部分 那也是因为大脚星它离这两个熊的星座非常近 所以呢 它的名字叫做熊的守护者 那木夫座除了全天第四亮的恒星大脚星以外呢 它其他的组成的星星相对来说就没那么明亮了 但是呢 却有满满的梗 为什么呢 因为这颗星叫做梗河 那这个梗都流传河了 那这个木夫座肯定是满满的故事啊 对 那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公然比较严重呢 可能除了大脚星以外 像梗河一啊 还有招摇星啊 以及幼蹄舍呀 这些星就看不太出来了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大脚来体会到城市观星的乐趣 我们再来看看大脚星的CP角秀1 这颗青白色的一等星是温度最高的一等星之一 它的英文名呢 叫Spica 意思是麦穗的意思 那除了角秀1以外 其他的室女座的星星呢 基本上都在三到四等左右 因此在城市夜空中啊 它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存在感 那实际上呢 室女座是黄道十二星座中 面积最大的一个星座 那它呢也是全天88个星座中面积第二大的星座 其实我们常听到的 储女座的叫法呢 和室女座 它指的是同一个星座 在近代中国天文学的官方翻译中啊 一直翻译为室女座 意思呢 是还没有出格的姑娘 他们觉得储女座这个叫法呢 有失风雅 那储女座这个词呢 实际上来源于日语的宜女座 后来随着占星学的流行 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 我们在天文学中 还是沿袭叫世女座吧 刚看完手机再看天呢 这些暗柔的星星呢 肯定是看不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闭上眼 倒数三十秒 再睁眼呢 就会发现新世界了 那为什么星星会有红色和蓝色的差别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它们表面温度不同导致的 那颜色越偏蓝和白呢 它的表面温度越高 越偏橙色和红色呢 它的表面温度越低 在其他国家的故事中呢 这对红色和蓝色的星星呢 也被称为春季的夫妇星 真的是红蓝自古多CP 那么为什么这两颗星 中国的古星名都有一个角呢 实际上这两颗星呢 最原本是东方苍龙的两只角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 这也是大脚星它名字的由来 而后来呢 跟古人发现这两颗星之间的距离 实在是太远了 于是呢 就把东方苍龙的一只角 从大脚星移到了这颗星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角秀二 它是角秀一上面一颗比较暗肉的星 那么我们熟悉的2月2龙抬头呢 指的就是角秀一和角秀二 当它们逐渐出现在傍晚东方的天空中呢 春天就要来了 也是剪头发的好时机哦 那除了今天我们讲的大脚和角秀一 这对红蓝CP之外呢 还有一颗星 狮子座的五地座椅 和这两颗红蓝CP呢 共同组成了春季大三角 这个春季大三角啊 在我看来 特别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糖三角 就是里面都是红糖馅的那种 那如果算上大脚星到角秀一的 这段春季大曲线的湖边呢 嗯 大家觉得像不像一眼披萨啊 像的请在公屏上打三哟 那春季大三角呢 我们可以看到 橙红色的大角是亮度为零等的星 那角秀一呢 是青白色亮度为一等的星 那五地座一呢 是一颗二等星 那我们就可以引入到星等的一个概念 就像我们的朝廷官员一样 那九品呢是芝麻罐 一品呢是大圆 那星星也是这样 一等和二等呢 已经是非常明亮的星了 那零等呢 就已经是夜空中数一数二的亮星了 那我们城市里比较容易看到的星呢 只有一二等 那三四等的星呢 实际上就已经是很难辨认了 因为城市的灯光把夜空都照亮了 所以那些五六等以上二落的星星呢 就始终淹没在背景夜空中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光污染 好了 这就是本期城市关心指南的内容了 更多精彩的内容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 叶子依全天者 微信公众号 自弹 bilibili 转发 评论 留言 好了 我们下期见咯 1 1 2 3 2 3 3 3 2 1 2 3 5 5 3 6 2 红蓝色的多cp 好 开始